大龙把焦点带回到国内凯道上的反核活动 持续了一整个晚上 而昨晚的晚会气氛呢 在音乐人陈明璋他上台演唱时达到最高潮 直战主统计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呢 人数最高达到了一万六千人 而且呢很不简单的是 尽管天宫不作美 而且气象局还发布了大雨特曝 但是参加的民众似乎是风雨声信心 他们呢在棚子下面有的是拼塑胶店 有的盖棉被就地在凯道上过了一夜 民众静坐在凯道上打亮手机 凯道蓝海在线 这回不是反弧帽 而是要反核 歌手陈明璋一连演唱 望你早归望春风和流浪到淡水 晚会就在十点左右暂时落幕 60公里这个范围不止宜兰 连从河市到桃园也是60公里 基本上大台北地区都在范围里面 那大家的生活希望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吗 希望我们有那么多的土地 无法种植农作物 有那么多务农为生的人 他无法维持他的家计吗 一一诉说反核理念台上活动结束之后 台下也开启公民论坛 一起讨论交换意见 另一头也放弃核能相关的纪录片 让留下来的民众继续反核活动 下过雨的凯道地还没干 工作人员捧着棉被发给药叶素的民众 大家合力拼巧拼 铺起零食窗铺席地而睡 要一起为周日下午的游行 养精蓄锐继续抗战 UDN TV综合报道